同时TVB的当家大花旦 黎兹嫁给了自己的恩人 而蔡绍芬则嫁给了自己的爱情 38岁时黎兹退出演艺圈 在澳洲悉尼和52岁残障富豪马亭强注册结婚兼办婚宴 当时很多人认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但其实黎兹甘愿嫁给残障富豪马亭强 是因为黎兹的弟弟车祸脑部中窗后 当时幸好有马亭强在旁辅助 吃心了他不但四处找最好的医生 更是给了黎兹弟弟无限量的金钱帮助 当时黎兹虽然红透香港 但要照料弟弟喜剧 看管弟弟原有的皮肤中心生意 还得拍摄新剧珠光宝器 几乎筋疲力尽 是马亭强一举 不要做了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让他决定下家 黎兹美丽善良 现在特别是他那对眼睛 一个人的本质什么样 看眼睛是准确率最高 现在他已经是香港有名的女富豪 最近黎兹豪至4400万党元 给弟弟买了一套房子 父母一生漂泊 黎兹最大的心愿 是弟弟能过得好 重视亲情的他 现在总算苦境干了 前一阵 韩磊在朋友家里聚会唱歌的视频 再往上曝光 大批网友围观并调看 现场的朋友演唱会门跳步一下 韩磊在朋友家里聚会唱歌的视频 再往上曝光 现场版无伴奏 都能唱出录音棚的效果 大家纷纷好奇 这是谁家的豪宅 这就是黎兹的家 这栋栋别墅面积很大 从土上看 装修风格是属于欧式的 家具少人好花大气 超大的落地窗 以及高档的装饰 让他的家简洁大方又非常贵气 光是这一张餐桌就能看出 价格更是不菲 黎兹家的外景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这绝对是顶级的好宅 同样是在香港 蔡绍芬家明显要简单温馨 参加不可思议的妈妈节目时 相比较和解 胡可 蔡绍芬的家是最拥挤的 两个孩子都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而且为了节省空间 都没有单人床 只能睡上下铺 另外就是房间很小 两张上下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空间 放一张电脑桌 就已经把整个房间填满 而女儿张储 而居然爬绳索到阁楼 寸土寸金 因此蔡绍芬一家 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合理的利用起来 光从面积看 离姿的好宅碾压蔡绍芬的京市房 妥妥儿的 像当初蔡绍芬的男朋友也都是豪门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鸡绍芬的儿呢